再來看到的是運鈔車 疑似因為水箱過熱 在苗栗呢 洗液隧道裡頭呢 故障沒有辦法發動 車輛占據了車道 警方趕往隧道 一方面擔心會危急交通 另外一方面又擔心呢 會不會有人來搶劫 好在呢 這輛運鈔車 當時車內是載著一些儀器 不是大筆陷阱 隧道裡面比較危險啦 出隧道你比較好處理 運鈔車故障在隧道內 占據車道 警方一停到 馬上出動兩車三人前往警戒 就怕隧道塞車或是引發車禍 警方趕到現場指揮交通 另一方面也擔心運鈔車 有大筆巨款會被趁機搶劫 因為是運鈔車 所以怕臨時有什麼狀況 它裡面 我們是沒有問它 實際金額是多少 但是看得出來是 它是說是精密的儀器 好在運鈔車 當時是載著一些儀器 從苗栗師潭香 要運往苗栗市 裡面沒有什麼大筆現金 保全公司趕緊派 另一輛車來支援 載走這些儀器 而故障的運鈔車 是因為水箱過熱 也好險只有無法發動的狀況 沒有引發火燒車 華視新聞王山 烏兆青 楊宗穎 苗栗報導